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財斯珍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易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說說北約炒大鑊 北約有個國家叫土耳其 真是不是省油的燈 早前就是極力反對 北歐雙鴻 瑞典和芬蘭 加入 北約 現在 他又和 希臘 大家 互對 之前土耳其和希臘 好像為了愛琴海的一些事情 是有辦法談的 但是 很不幸地 就 不行了 這次土耳其總統 他做的事相當出格 他 跟拜登說 因為 希臘的總理 游說你拜登 叫你不要 再向土耳其 提供 F16 戰機 所以 阿爾多安 說 對不起 我們土耳其是不承認 希臘 領導人的存在 很搞笑 他單方面不承認 希臘有一位這樣的領導人 但是別人是選出來的 阿爾多安就說 我們不再承認 倫國希臘領導人的存在 亦不會 在計劃本來在今年 舉行的峰會上 會面 加深了北約 的矛盾 北約內部因為土耳其反對 擴張聯盟的 這個 表態 產生了巨大危機 但是 有人說 踢走土耳其 你真好笑 土耳其你敢踢走嗎 他頂住整個伊斯蘭世界 其實老實說和他這個國家 你知是橫跨歐雅的 所以他這個國家由於 歷史和特殊的 地理位置 你真是 不得罪得 所以他這麼兇 有其原因 阿爾多安當然了 之前就是阻止瑞典和芬蘭 加入北約 他就說 這兩個國家 和富爾德武裝分子保持聯絡 這些分子 會 對土耳其 構成巨大的安全風險 想不到 本來拜登就打算落足嘴頭 叫阿爾多安威 給一下面 放行 以及現在 就是在考驗 瑞典和芬蘭 是不是真的 是 撐民主 因為 有人就叫他們轉軚 不如將富爾德工人黨 列為 做這個 極端組織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他們很慘 很猶豫 現在 阿爾多安就把他的路火轉向了另外一個北約的成員國 就是 他們的 倫國 希臘 他又說希臘 你現在 是包庇恐都分子 又是 一樣的理由 一樣的理由 另外 希臘總理 米佐塔基斯 希臘人的名字都是什麼詩什麼詩 而且很長的名字 我最記得以前在 富咸效力有過 基安娜高普老師 因為他的名字太長後來他要 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球衣上 因為叫不到他的名字 其實上星期 希臘總理 他就跟 美國總統拜登進行了會面 並且 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 他就敦促 美國立法 就要決定 東地中海地區的 國防採購 而且 他更加說 土耳其 對希臘領空 是經常搞搞陣 愛爾多安 在一次內閣會議之後 就 相當地生氣 他就罵希臘 就說 你們 遊說美國國會 不要向我們提供F-16戰機 什麼居心 愛爾多安 曾經向 拜登施壓 要求 提供這款戰機 為了什麼呢 就為了對土耳其 現在老化的 飛機隊 當然是 軍隊中的飛機隊 他要現代化改造 所以都是需要美國F-16的 之前 土耳其因為買了 一種先駐俄羅斯 導彈系統 而被逐出F-35 戰鬥機的項目 現在他們 想買F-16 是嗎 F-35就買不成了 你還 還不讓我買F-16 F-16不讓我買 因為 這樣的理由 他們 就是 跟 美國要說明一件事 如果你不賣給我 我就不承認 希臘總理 他說什麼我都不聽 當然 雖然 他說不承認 希臘總理還是希臘總理 但是 他釋出一個訊號 是什麼呢 就是 跟你說 美國 如果你擋我的話 你知道 北約國家是有一票的否決權 瑞典和芬蘭就不用入北約了 所以 現在 就是 很不承認 他也說 我 跟希臘總理之前 會晤過 當時他同意 什麼都不涉及第三方國家 雖然如此 他的失驚無事 在美國參議院當中反對我們 對美國說 美國如果將 F-16 戰機賣給土耳其 這個世界就有時間搞了 所以他就說 從 現在起 我 就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希臘總理 米佐塔基斯 其實這樣會是有少少幼稚的 戴米佐塔基斯 你說不承認 那就不承認了嗎 不承認就是不是了嗎 不過 其實這個更加是 釋出一個訊號就是 我要跟你對相 不單止是 你說 是不是小孩子脾氣呢 就看看國際間的 領導地位是怎樣 有些人雖然說 很幼稚的東西 很小孩子脾氣的東西 但是 仍然是有份量的 他是相當有份量的 土耳其的國家相當有份量 所以 我覺得他 也不是玩泥沙 真心地說 他也不是玩泥沙 他說得出 有時間擋你的 我們看到 愛爾多安 將會是 不參加今年的戰略委員會會議 他原本 就要在這次會議上 跟希臘的領導人 會面 不過他就說 既然在F-16問題上 你 米佐塔基斯 都不管我 我 只可以不出席 不過他就說 他很明顯是給拜登壓力的 我就不認為 拜登 賣飛機給我們的決定是因為 米佐塔基斯才做出來的 老實說他講一句又不一定會 左右到拜登的決定 但是 你要知道 土耳其 和希臘 是北約的盟友 兩個國家在2020年 差點是動武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 當時 2020年8月中旬 土耳其一艘 能源堪探船 叫做 奧克里斯 號 和 五艘海軍 巡護艦 在 塞浦路斯和希臘 克里特島之間 克里特島相當地漂亮 有主權 的爭議水域 進行 堪探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這個亦被稱為 愛琴海主權能源堪探 爭議 作為回應 希臘海軍派遣 軍艦尾除監督 導致土耳其和北約國家之間 緊張的 局勢 加劇了 當然 現在我們看到 究竟是怎麼這麼厲害呢 原來 當時 土耳其 部署了軍艦和震波 堪測船 在國際認為是 希臘愛琴海水域當中 堪探炭氫化 核物 不過 雖然 之前關係如此 差 不過 最近 本來很好的 我們有節節目都說 最近因為俄烏的衝突 他們覺得 不如一起賺錢 一起去堪探這個地方 所以 埃爾多安一直想 修復和希臘的關係 包括三月份的時候 米佐塔基斯 訪問了伊斯坦布爾 想不到希臘的總理突然發難 作為對埃爾多安指責的回應 希臘政府發言 說我們不會跟土耳其的領導層 的聲明 對抗 希臘的外交政策是堅定地建立在歷史和國際化 還有 我們的 聯盟基礎上 不管 什麼都好 幾界困難我們都會堅持自己的政策 埃爾多安 聽到這些東西就開始火滾了 他就暗示 如果這樣的話 很可能 就會在敘利亞 發起另外一次跨境行動 為了打擊敘利亞赫爾德人民 保護部隊 一打擊的話 就 等於 向美國示威 為什麼 因為 這個人民保護部隊 是和美國結了盟的 所以 等於是變相地落敗敦 為什麼結盟呢?因為當時 美國要和他們結盟一起打擊 這個極端組織 土耳其的武裝部隊曾經是三次進入敘利亞 就是為了打擊人民保護部隊 最近一次就在2019年 當時他們想 在沿邊境建立一個安全區 但是 是未成功的 因為俄羅斯部隊 在人民 保護部隊 被美國特種部隊 撤走之後 就進入了人民保護部隊控制的地區 北約就說 這次的出兵 其實 是危及了打擊這些極端組織 所以土耳其是搞搞震 不過你愛於土耳其 在伊斯蘭世界那麼有實力 當然是沒有向土耳其動手 為什麼土耳其要攔這個瑞典呢 這件事 也埋下了復筆 19年的時候 原來瑞典就是率先的幾個國家 限制了對土耳其 的國防 產品出口 所以你現在想入北約 你當時限制我們的 現在當然是動手了 愛爾多安 他就不用 出兵 我有一票否決 不用出兵 省水省力 他說不就行了 愛爾多安 亦都說 其實 他說 會很快採取新的措施 完成之前沒有做的事情 即是 在 在敘利亞邊境 即是在土耳其的南部邊境 要有30公里那麼遠的安全區 最終決定 將會在星期四的時候 即是星期四 他的國家 安全委員會就要組出 他亦都說 只要我們的 軍隊還有情報部門還有警察完成準備任務的話 珍珠就要保有他 他們的行動就會開始 其實他們都是 當然很多人 說甚麼行動都是說 甚麼保佑甚麼保佑 我不是針對甚麼宗教 這些其實都是 人的意志 說過老實話 你說是不是 嗯 另外 土耳其和 希臘結怨 是幾個世紀 不是那麼容易 自從15世紀起 希臘地區就被 惡圖曼帝國是佔領了 這個地區的文化和經濟 當然因為你新的帝國佔領 你本來的東西肯定 因為以前的時代比較野蠻 被摧殘了 到1821年3月 希臘就爆發起義 並且迅速地得到響應 到1822年1月1日 希臘就宣佈獨立 1830年4月 在土耳其的壓力之下 其實 宣佈 只可以 沒有辦法 也是 最後經過一些波折 才可以獨立 才可以獨立 到了 1897年 就是這個稀土戰爭 不是那些抗產的稀土 是希臘和土耳其 這個也叫做第一次稀土戰爭 也被稱為30日戰爭 指的是 1897年爆發在土耳其 當時的土耳其的實質就是鄂圖曼帝國 以及希臘王國之間 的戰爭 到火線是什麼呢 就是 黑里特島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 大家有機會去一去 黑里特島的歸屬問題 這次戰爭 就以希臘在戰敗而宣佈結束 到了1897年12月4日 希臘土耳其雙方簽和約 希臘向土耳其 當然 以前的戰爭你輸了當然要支付巨額賠款 並且要將 釋薩利亞地方割給土耳其 土耳其軍隊 之後就撤出 克里特島 克里特島成為了 國際保護地 1898年 克里特島 就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政府 到了1913年 克里特島 就和希臘合併了 這次就是第一次希土戰爭 又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二次希土戰爭 是1919年到1922年都打了幾年 其實 就是 希臘王國 和土耳其國民 運動之間的戰爭 希臘戰役的起因主要是 西方的協約國 特別是 當時的 英國首相 他 曾經 承諾 以犧牲 當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 戰敗的鄂圖曼帝國為代價 給了希臘 有些領土就給了希臘 因為他們就說鄂圖曼帝國是佔領過這個地方的土地 所以給他 當然 到了1919年 5月15日 希臘軍隊 他們就在斯麥 即是現在 伊茲密爾的地方登陸 結果 武裝衝突就開始了 之後他們就向內陸推進並且控制了 安納利托牙 的西部還有西北部 這些地方包括 馬里薩 巴勒克 艾西爾 還有艾登 還有 屈塔希牙 等等的城市 到了1921年 爆發了 薩卡利亞 戰役 土耳其 是阻止了希臘軍隊的前進 到了1922年 隨著土耳其的反擊 希臘的 戰線就土崩瓦解 之後 土耳其軍隊 修復了失地 最終 戰爭就結束了 戰爭結束之後 希臘政府就接受了土耳其國民運動的要求 撤回了 戰前 邊界以來 就從 東 色雷 斯 和西安納 托利亞 這些就給了土耳其 一戰時候的 協約國 就放棄了 釋佛爾條約 在瑞士洛桑 就和土耳其 民族運動談判 就簽了新的 條約 當然是很出名的洛桑條約 洛桑條約就承認土耳其共和國的獨立主權 以及 他們對 安納托利亞 伊斯坦堡 還有就是東色雷斯的主權 另外 希臘 和土耳其政府同意這兩個國家 進行 人口交換 究竟什麼意思是人口交換呢 就是 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 人口互換 源自於 希臘和土耳其政府 這個洛桑條約 因為最少 是160萬人 被 逼造成爛民 也剝奪了自己的組織 組織國的國籍 後來就是人口交換 當然 這兩個國家 都可以說是世仇 當然 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之前 舊台經常說的 塞浦路斯 1960年8月 塞浦路斯宣布 宣布獨立 成立了 塞浦路斯共和國 1974年塞浦路斯 南北分裂 塞浦路斯大部分的領土 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國 控制 關希臘什麼事 主要的族裔就是希臘族 塞浦路斯的北部 自稱是獨立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 就以土耳其族為主 目前 大多數的國家就是 承認塞浦路斯共和國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 其實 只有土耳其承認 當然 是他自己的族人 所以塞浦路斯的南北 雙方長期對峙 希臘和土耳其 當然是各自支持自己族裔那邊 所以這兩個國家 沒有那麼容易 完全是 和解 因為你想想幾個世紀 用幾百年的 叫做時光 去建立了大家的仇視 會不會很快會解決呢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相信有些事就是 當大家有共同利益的時候就像早前一樣 一起開發地中海 的能源 的資源 其實我又不明白這個希臘種 為何突然之間 叫拜登不要買飛機給 土耳其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的 可能他忽然忽然突然之間發難 怎麼辦呢 因為太近 大家太近 鄰國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